好了,我们开箱子了 上午呢,我们今天上午啊,就讲了两个大团话 一个国际话还是了解,大家这里边就有很多的知识,是不是 一个是什么是转念国际话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什么内容需要国际话 我们说只有程序的这些文本啊,这些东西 其实啊,还有一些我不喜欢给它叫国际话 比如说像日期 假如你要在国内的话,是不是就是昨天咱讲的 年月日,是不是 要是要在一些西方国家,就是月日年,是不是 但是这个,其实它也可以理解为国际话 但是我更喜欢叫什么呀,格式话 是不是,按照一定的格式 还有什么呀,钱 钱是不是,它不同的汇率,你会转成不一样的钱呀 但是我们呢,主要关心的就是什么东西呢 叫固定文本的国际话 那今天上午呢,给各位讲了一下这个 资源包啊,怎么读啊 在页面上怎么读 那这些呢,全然了解的部分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斯拉图中的国际话 那斯拉图中的国际话呢,我们讲了一个就是全局的,是不是 配置在这个 斯拉图加CML中呢,是吧 然后还讲了一个呢,就是读者配置到什么,包范围的 啊,也就是,这个,这个,康姆埃记码,后边的目录下边,是吧 这个包上面的 还有一个呢,是配置到那个Action同级的,对不对 啊,都分别可以读到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在动作位置边读,啊,它的读取顺序就变成了 啊,啊,我们理解的究竟原则,其实呢,它是有读取顺序的,是不是 啊,就是搜索顺序,啊,就搜索顺序呢,我们介绍了三个 然后昨天呢,还有一个,就是 什么看来的,叫Model German的Model,对不对 是Model German的,是模型驱动的模型啊,是不是啊 那就是这次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讲了一个页面的,啊 页面中呢,我们讲了一个叫S号Tax,是不是读取一个内容啊 然后一部分呢,就是,啊,指定,读取某些指定的 用这个叫,S吗,还是什么,I18,是不是 读取指定的资源序,对不对 当没有的时候来读哪个呢,很简单,按顺序搜索,是不是 按什么顺序呢,我给各位介绍了,就这七个,啊,就这七个 可以吧,啊,这个就是国际化的知识,那这里边的知识呢 绝大多数都是了解,啊,知道就行 啊,然后接下来就长得非常重要的,就是缆截器 啊,蓝截器这里边呢,首先呢,就是蓝截器 能干了什么事,啊,我们说了,S号Tax里边有很多的蓝截器 给我们干了很多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然后这里边呢,直径时机,我们也通过这个图就能了解,是吧 而这个蓝色的部分,一开始,一开始揭上这个图的时候 这个东西,我是移居民体的,是不是啊 咱们第一天讲他说,我说这是个硬射,是不是啊 啊,我说这是那个,紫刷核心控制性 说,我说这是那个代理局像 这个负责加载这个配置文件给这个代理局像,是不是啊 这直行他的蓝截器,通过方法,结果是图,结果是图模板 然后又直行一件,响应,但是他,我依据媒体 是不是啊,是什么,因为我说了,咱也了解不到,对不对 但是今天呢,通过讲这个自定义蓝截器,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用的数据,全部全都在这个里边 它会贯穿,始终,从来到走,是不是啊 可以吗,啊,从来到走 好了,那么有了这个,我们就该知道了啊 在这个直行时机之后呢,就是这个自定义蓝截器 最开始是一个初级版本,我们通过啊 就是看那个seriesconfig那个蓝截器,发现了啊 最终呢,都是这种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就是三个方法啊 特别像规律器,是不是啊 istrain unity和intercept,对吧 然后这里边这个对象啊,就是啊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从始至终的这个数据,是吧 然后接下来呢,就发现它有一个 实际内,是一个抽象,叫alustrand的intercept 那我们可以选择的方式就是继承这个类,写字底的,对不对 我们第一个,啊,演示,啊,它的执行时机,啊,怎么执行 这里边,这个,冲向方法有一个反复值,这个反复值是什么 我们都在第一个,叫demo1,intercept里边都说清楚了,是不是啊 啊,进了这个方法一上来,是不是就先来这儿 你只有放行了才能到你的啊,动作方法,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也说了,放行并不等于就直接能到动作方法 而是如果有下一个拦截器去什么,下一个拦截器 如果没有的话,才是到你的啊,动作方法,是不是啊 啊,这反复值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就是反复结果失足啊,对不对啊 好了,那么讲完这个之后呢,就开始啊 把这个整,整出来呢,就整了一个案例,是不是啊 啊,这些所有中文顺序这些都过了,我们讲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就是啊 检查登录的这个,是吧 检查登录的这个拦截器呢,我们是这么做的 啊,开始有一个主页,然后主页里边呢,必须要登录,是不是啊 通过这个主页呢,还可以连接到另外一个页面,是吧 但是你必须得登录啊 然后呢,我们就通过自定义拦截器来做这件事啊 通过一个检查登录的 当我们在写的这个啊,就是啊 把这个都写完了之后,就开始发现呢 第一个A的问题 是不是这么讲呢 A里边的问题就是默认得不好使了,是不是啊 然后就说呢,就是 把它整到一块,是不是就成B的问题了 B的问题呢,就是你得写多一个,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就抽到上边来,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再整呢,就是B的问题 是不是还是要都写一遍啊 我们想不想不写呢 想,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有一个默认的拦截器件 不是叫默认就默认,而是人配着呢 是不是啊 那如果我们配了之后,又把前行覆盖了 然后我们就也配了一个 我们这里就发现登录都不能用 是不是啊 然后接下来呢,就解决这个 解决这个我们发现,它还有一个子 那叫做Master的Filter Interceptor 是不是啊 这里边呢,提供了两个属性 一个是不拦哪些动作方法 一个是拦哪些动作方法 是不是啊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啊 在这里边去配置 然后通过写一个拦截器 原来我们是继承字 obstract的 现在呢,继承字叫Master的Filter Interceptor 是不是啊 这时候我们自动就具备了这两个属性 是不是啊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写完这个之后呢 就可以怎么样呢 去配置 配置完了之后 又出了问题了 你这个名称是从哪来的 是不是从中国方法上来讲 但是问题来了 你是先由不定乱截器 还是先由用的方法 所以最后呢 我们要解决办法就是 谁用在谁里边提醒啊 注入 是不是啊 这什么就是我们上午啊 这个 刺刀的案子在里边干的所有的事情啊 对不对啊 从一上来啊 我们从一上来开始比一遍 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讲的全部内容 对不对啊 好了,先比一遍 第一个我们要干的是 是不是就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注释 我都写清楚了 第二个就是针对上面的问题 我们的解决办法是 把默认的拦截器战 也配置进来 是不是就成这样啊 啊 那在这里边呢 我就在这个一个里边写啊 是 叫什么 加入啊 自定义拦截器 还有什么呀 和默认的拦截器战 是不是啊 你保证我们这些 紫滑器战的核心功能还能用 是不是 因为这里边他给我们干了好多事啊 比如说什么 啊 什么静态参数风光 什么动态参数风光 什么模型驱动 是不是啊 抽空干好多事啊 如果你不加起来 是不是核心功能全用上了 对不对啊 啊 好了 这里边呢 那我们在前面都写了 这叫什么全局就有试图 是不是啊 啊 什么拦截器 这就不再写了 行吗 接下来这里边又出了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就是啊 啊 A中存在当写的那什么 写起来很繁俗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啊 这叫什么呢 啊 定义一个什么 拦截器战 是不是啊 把什么啊 我们自定义的拦截器啊 自定义的拦截器 和默认的拦截器战 怎么样呢 放到一起 是不是啊 也就是相当于怎么样呢 把这个默认的拦截器战里边 又加了一个组员 是不是啊 对不对啊 原来它有那么多 但是绝对不够 我们又加一个 但是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 它是不能改的 是不是啊 我们只能通过覆盖的方式 是不是啊 这个相当于覆盖的方式 是不是啊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就不再需要引入 默认的拦截器战 是不是啊 啊 这个时候又需要什么呢 直接引入什么呢 啊 引入 啊 我们自己定义的拦截器战 是不是啊 里面已经包含了 包含了这个 默认的拦截器战 是不是啊 对吧 好了 那这两个呢 都是一样 这里边啊 还有问题 啊 我们直接看 那这里边呢 就是每个还都得写一遍 是不是啊 那能不能不写呢 能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 这不是定义完了 是不是啊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不是啊 我们在这儿写的是啊 这个叫什么 覆盖了什么 struts-dfault-stml中定义的默认拦截器战 是不是啊 有什么 my default stick 怎么样呢 把什么 dfault-stt 给 怎么样 批划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好了 那这里边是不是都不需要了 就从最原始的状态了 那这时候又出问题了 是不是啊 好了 那接下来呢怎么样呢 我们这块就写一个啊 啊 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啊 自定义这个检查通过的默认器 这里边是给什么 给自定义拦截器怎么样 拦截器注入参数 告知它怎么样呢 哪些方法不需要拦截 是不是啊 哪些方法不需要拦截 好了 接下来啊 我们这个就没什么可以说的 最后这一个就是啊 我们在这儿还写 知道为什么对了 我一开始不写出事吗 你们肯定觉得 这刚才写跟现在写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 不是快 如果王在这儿写 是不是就成这样了 当我想给他注上的时候 是不是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是不是还得删这中间的这东西 能明白了吗 所以我一开始没写 可以吗 啊 因为这个中间不能截断了 这最后再写出就没问题了 是不是啊 就是 在引用自定义拦截器站的时候 怎么样呢 给指定的拦截器注入参数 是不是啊 那方式就是什么呢 拦截器名称 是不是啊 点儿属性名称 对不对 这就是拦截器名称 就我们在这儿写的这个 他 是不是啊 然后接下来呢 点儿上属性名称 可以吗 行不行 好了 到此为止 是不是这里边的主持人就都写齐了 行不行啊 啊 好了 这就到这儿 可以吗 这个来接线 行不行啊 啊 好了 那这里边呢 那这里边呢 有一个师徒 这个师徒上 咱上我看了吗 看了是吧 啊 这里边就让我画的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接口 然后他的抽象类 抽象十项类 是不是啊 然后这边很多的都是怎么样的 从他这儿派生出来的 是不是啊 当然我们可以写一个 是不是直接继承他呀 是不是也可以写一个继承他的 类 master呀 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来控制 到底哪些需要拦截 哪些不需要拦截 行吗 那这个图呢 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一下 各位朋友 好了 那这个资讯连接期间就过了 可以吗 啊